你好 欢迎收看7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瑞慧 客庄曼城小镇103年获得国际曼城认证 是全国第一个获得国际曼城认证的城市 30号下午五花东纵管处和凤梨中公所 共同举办了凤梨曼城公园唤星启游活动 伴随着演奏音乐 创造年轻丰富多彩的文艺气息 也提升游客对于自行车友善服务设施 及彩绘列车的新体验 历经两年的建设 三年完成 曼城公园二旗在彩绘列车的完成之后 也代表着凤林国际曼城在观光旅游更往前迈进了一步 花东纵谷管理处长郭震灵表示 以客家元素完成的自行车友友善服务设施 让喜爱自行车运动的游客有更优质的休息区域 从107年我们就跟公所的镇长就有一个想法 就从107年一直为了我们这个曼城公园的 规划在讨论 那也历经了两期的建设三年才能够完成 那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 最主要还是有一些建造土地的问题 实在也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就希望结合说我们这个国际曼城的理念 然后能够结合我们的这个双铁啊自行车 让游客能够用漫游深度的方式来我们凤陵 体会我们凤陵的小镇的风光以及人文 然后能够活动我们当地的经济跟区域的发展 镇长肖文龙也表示 历经三位处长持续不断的进行沟通 才能够完成凤陵镇市中心最美丽的游客中心 提供游客更舒适咨询旅游的地点 我跟我们代表会林主席一起到花东政府开了好多次的会议 经过三任处长 终于把我们这块漂亮在市中心最漂亮最好的土地把它完成 在这里大家看得到这些我们的广场 我们的宿我们的跑道以及我们现在等一下要启用的 我们的多功能一个五星级的厕所 还有现在这个车厢的彩绘 我很感谢我们高处长一路很认真的来把它做好 让我们后面证明大家能这样享受那么好的设施 凤里曼城公园站不站 未来游客来到凤陵镇感受到花东纵谷 悠然的步调广阔的田园风光 在凤陵镇还能够欣赏得到知名大师李明道 为曼城小镇所踩绘的列车 而这都将会是凤陵镇曼城旅游跨向新纪元 记者林杰凤陵镇采访报导 在凤陵镇里面有点赏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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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凤陵镇里面有点赏支持明镜